受伸關心是一個重要的主順期的 在進入到流行感冒的流行規則 特別是今年出的流行感冒疫情 全國通報確診並發重症 統計到9月30號 有1,869位民眾 造成128人希望 由此該官18兵電器的衛生索 在10月1號開始提供到接種的核武 嘉義官衛生局表示 今年出入行感冒疫苗接種對象 包括50歲以上生人 出生完六個月以上 自十八歲以下的幼兒以及學生 安陽頂人口未接機構對象 既方向萬性病、環境、疾病 以及重大雙倍患者 醫生以及衛生工業相關人員 勤促業以及動物工業相關人員 孕婦以及産老六個月來的媽媽頂著 進度的流感疫苗大概是從 我們今年的4月1號開始施打 那我們的今年政府 因為去年流感疫情比較嚴重的關係 所以我們放寬了很多接種的民眾的對象 特別是年紀放寬到50歲以上的民眾 然後還有國中高中的學生 都可以免費的施打 那請有施打需求的民眾 還有一般特殊需求的一些家人等等 都可以到我們合約醫療院所包括醫院 以及包括我們診所 來做免費的疫苗接種 希望民眾可以在這段期間 將有需要接種合規定的民眾 可以到這個診所來做 流感疫苗的接種的程度 為照顧協力 符合接種對象的鄉親健康 館長地方學館 特別支持衛生局 告別13萬6200個生人 4300個幼兒的遊廟 並安排傳立接種站 不比兩專官所有接種對象 都有遊廟故意接種 衛生局已經拜登 專官又傳立接種站 總共422站 提供康勤性的接種服務 請賓獎百億機會 擁有到社區再整站 接種流感疫苗 先新聞專事件改觀 蔡鳳報道